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经理 何阿姨 我想找你谈谈 佳佳 你先回去 何阿姨 找我谈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你都是一个有孩子的女人了 还利用孩子接近我们家向晨 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 能不能咬点脸 何阿姨 您说话能不能稍微尊重一点 尊重 干了这么多不要脸的事 我凭什么尊重你 干嘛呀 我妈妈 赵佳 没事吧 打哪儿了 她是个孩子 要不然冲她半会儿啊 我没冲她去是她自己要来的 你现在什么事要出什么事了 我把她打 干了我妈妈 干 你别吵 她会这么大点 打了她 打她是亲的 你问问她都干了什么不要脸的事 谁不要脸啊 明明是你儿子不要脸 死屁赖人我女儿 你说清楚谁不要脸 谁不要脸好啊 两两一块上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 你让我去 我不怕你啊 我就脸大了 你出来呀 你没发现赵羽好 别闹着 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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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阿姨 我以前是喜欢乡臣 我是想跟他在一起 想跟他在一起 你做梦 痴心妄想 是 我现在发现了 我是在做梦 拜托你回去告诉乡臣 从今往后 我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想法 我们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好 我希望你说到就能做到 我一定做到 人家走 记住你说的话 还有你 医生 没事吧 没事 快 那不是你妈妈 你妈妈你难受 妈妈 你别哭啊 没事 我先回去 你先回去啊 新陆医生 小心点 绕心 绕心 行了 行了 你别再扶着我了 我能行 都别跟着我了 都回屋去吧 你们两个小的啊 得好好过日子 别再欺负我了啊 让我生气 只要你们俩高兴 我才高兴 知道吗 别站着了 赶快回屋去吧 想干什么干什么 别老跟着我 像伺候病人一样 回去回去回去 都回去啊 妈 您刚出门了 麻烦您啊 麻烦 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麻烦 我问你 你跟张杨怎么了 爸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感情不好 你别以为我跟奶奶一样 那么好哄 老实说 怎么回事 我就跟她说 这么多说 很丢啊 她说她说 她说要是她说 我妈说她说了 突然是她说了 她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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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雅 干嘛 我爹怎么了 跟你没关系 自己回去 请不得你说的不关系 看什么看着 你现在在干嘛 你现在在干嘛 爸 爸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原谅我吧 南星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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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那些 我不想等待担心 爸 这次就算了吧 张扬 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提了 让你给我记住 你要是再给我欺负蓝星的话 就饶了你 谢谢爸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一定好好对蓝星 妈 怎么回事啊 都聊什么呢 还把门给关上了 我们 我们在讨论 我打算要回酒店工作的事情 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想回去了 你不是说要退休吗 那个 我在家里闲不住嘛 另外我也担心 担心张扬他太忙了 酒店事情我也放心不下了 那行 那张扬呢 张扬他还是回他原来的部门 张扬 那就暂时委屈你一下了 没事 奶奶 没事 奶奶 向晨 妈 还没睡呢 我想跟你聊聊 向晨啊 你看 你看 你都老大不小了 妈托朋友呢 跟你介绍了几个姑娘 你选一个 不然 年纪再大一点 媳妇都逃不着了 妈 我可是您儿子呀 我长得这么玉树临风的 怎么可能找不着媳妇呢 你要是太着急的话 那我明天就给你领个进门 行吗 好啊 只要不是林叔 领谁都可以 为什么不能是林叔呢 为什么偏偏就是林叔呢 因为我爱他 你爱他 你知道什么叫爱啊 你看吧 你这么年轻 又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 咱们家境也不错 你为什么偏偏要找一个 比你年纪大 离了婚 还带个孩子的女人 我们不说别的啊 光这个兔抹心子 都能把你妈给淹死 咱们是为自己活着的 为什么管别人怎么说呢 怎么能不管别人怎么说呢 人就是活给别人看的 如果你娶了林叔 妈在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 只要我自己看得起自己 我就不会抬不起头了 更何况 何况什么 更何况 林叔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我不可能错 你就这么个眼光啊 我不在酒店的这段期间里面 由张阳戴总经理 以及各位同仁的努力 推动我们公司的营运 我个人深表感谢 另外 在刘副总离职之后呢 董事会开会决定 要从年轻的中程领导群里面 选拔出一位来担任副总的职务 这次我们所采取的是毛髓制剑 然后通过公司的考核 如果有意 向领导层发展的同事 可以填写申请报告表 交到我这里来 我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地争取这一次的机会 姐 你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啊 听见什么 邓总说的话呀 那明显就是打算提拔你 得了吧 邓总说是提拔中层领导 又没说是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特意看了你一眼 你不会这么不上道吧 你也参加会议了 你也打个报告上去 你挤到我是吧 我算哪门子领导啊 姐 如果你真的不打这个报告 到时候主手的鸭子就飞了 这个副总的位置 肯定落到张扬头上了 张扬 对呀 人家邓总想提拔你 你不领人家的情 那不就顺水推舟 把这个副总的位置给张扬了吗 正好 给张扬的 帮助 他 我 你个人家的 听个人家的 现在我感觉一眼 穿着 我 心想 虚无 你 我得找份工作呀 是要不耽误接佳佳就行 佳晨 您好您好 那个麻烦你那儿招人吗 招招啦 好谢谢啊 晚通 6 6 3 9 8 5 晚通餐厅啊 你那儿招厨工吗 有啦 那么快干嘛呀 你不装出工服务员也行 现在怎么找工作室这么难吗 杨妮啊 李晴 我跟你说啊 我刚刚才听说 邓明觉居然是阳光酒店的董事长 他 董事长 你别看我这玩笑 这肯定错不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要是嫁给他了 那你们一家人的下半辈子 就衣食无忧了 再说林叔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你说是不是 他真的是董事长 对啊 对啊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 好 骗我 爸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在公司应该叫我什么 邓总 是不是因为照片的事情 我就没有资格竞争 好 家里的事是家里的事 这里是公司 是 有你申请也好 算是有个竞争 看来 这次应该是只有你们两个竞争了 你就先回去准备准备 是 向陈老师 你开始明目张胆了 林叔在吗 在里面呢 是 看来 看来 我现在emon上的放在里面 你是不是要是 你要熬时间 你一样 我那一共两个人 我就 бы 你还用盼到 你一共不顾好 你呢 向晨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是因为蓝星说什么了吗 没有 谁也没跟我说什么 我们俩 不可能 谢谢你 走吧 那你得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是你动摇了吗 是 是我动摇了 可以了吗 可以走了吗 走啊 走啊 爸 你怎么没啥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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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什么呀你这 你跟吃枪药似的这么大事 您是不是找林叔麻烦去了 没有 没有 您确定吗 别骗我啊 怎么 他给你脸色看了 妈早就跟你说过 林叔这个人没有长性的 他吃准了你喜欢他 要么给你找麻烦 要么给你找脸色 你看看 又来了吧 怎么说你呢 妈 林叔不是这样的人 林叔不是这样的人 李欣 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怎么了 你一会儿说你是司机 一会儿又是老总 那我到底应该叫你什么好呢 你全都知道了 是 其实我今天本来就是想要来告诉你 我确实是阳光酒店的董事长 请你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你 林欣 这件事情是我不好的 我应该要告诉你 你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证明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所以你就变着发而耍我吗 我只是 我只是怕你一时 不能够马上接受我现在这个身份 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就因为我穷你有钱 我就接受不了吗 李欣 这当然不是啊 但明决 我李欣是很穷 我是高盼不上你 可是你也不能这么变着发来耍着我玩 李欣 李欣 你听我说啊 李欣 李欣 那不是林志健的老婆吗 怎么又帮有钱人了 妈 回来了 爸 明决 公司 是不是缺一个副总啊 您怎么知道了 公司的事 我就不能关心关心嘛 是啊 那个刘副总他已经离职了 所以他现在的职务是空缺的 所以我想要找一个人来点补上去 你是不是想提林书啊 张阳到现在还是部门经理 你为什么要提林书呢 妈 是这样的 林书呢来我们酒店里工作了已经五年多了 而且之前呢他也一直都是跟着这个刘副总 在同一个部门里工作 前一段你修养 都是你要张阳顶替的 总经理你要担不上 副经理也没份儿吗 自己家人就没有外人强吗 妈 不是这么回事啊 我告诉你 让我看 就张阳了 妈 是这样的 我已经在董事会上宣布了 这次我们竞选副总这个职务 是采取竞争上岗这个方式 现在就只有林书和张阳两个人报名 您看这样好不好 让他们两个年轻人比一比 谁的能力好的话 我们就让谁来担任副总这个职务 怎么比啊 董事会呢已经宣布了 要举办一次我们酒店开幕以来最大的宣传活动 但是这个代理合同是很难签署的 所以不管他们两个人是谁签署到了这个合同 就由谁来担任副总这个职务 张阳 我想你应该没有问题吧 爸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莱欣啊 莱欣啊 你不是一直对广告设计很有兴趣吗 那么将来酒店的广告设计 也一起来参与好不好 我肯定参与啊 我也想知道 我老公每天在忙什么 不要打救救手啊 不要打救救手啊 要出去玩吗 嗯 曼曼 我得接下来出去玩 走 走 没事了 我想起她干吗呀 发什么呆呢 妈 林叔 你们酒店那个董事长 还是单身吧 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 要是妈 嫁给你们董事长的话 是不是 嫁给你们董事长的话 妈 你想什么呢 我们酒店董事长 岁数是不小了 但是 不是我打击您啊 人家有钱有势 找什么样年轻漂亮的找不着呀 别做白日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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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经理 张经理 这次我们选拔副总的职务 完全是秉持的公平公正 还有公开的原则 尤其是你张经理 虽然你是我的女婿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偏袒你一点 能够被新语集团选中 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算是我们酒店花再多的广告费 那也换不到的 就像上一次那位叫刘梦了 我们给他拍了平面广告 就非常成功 所以宣传部要设计一条符合新语集团的 电视广告创意篇 来跟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试 可是一定要保密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跟这位陈总经理 签下合同 只要我们能够跟他签下合同 那以后我们所有的广告资源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这个人 却是非常难打交道的 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想尽办法 和他签下合同 要是被我们竞争对手给抢先了 那我们就会处在被动的位置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得到 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好 其实我对你们两个人的能力 以及才华都非常的欣赏 刚好借由这一次的机会 来考验你们 要是你们两位 谁能够先和他签下了合同 那么副总的职务 就是属于谁的 就是属于谁的 羽毛 把咱们酒店近半年的宣传资料 给我准备一份 刘欣 上一次我们的林梦拍摄的那个评定广告 还有所有的媒体名单 我们也都准备一份 嗯 喂 你好 是陈总吗 我是阳光酒店宣传部经理林书 喂 李琴啊 我们能见上一面吗 谢谢啊 叫什么 Crea 你 请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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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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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你好你好 我是阳光酒店 企划部的张阳 我 喂 喂 我看 你看看 这是哪儿啊 这个 这条路不是我们高中的那条路吗 是啊 有没有想要是 有没有想起在高中的生活 我们上去看看 我说的那儿子的那条路 你看这时间过得真快 我还记得我念书的时候爬过这个树 差点从上面掉下来 我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今天还是同意 还真的没有想到 学校一点都没有变 今天这么多年 我的心也一直都没有过 我知道我之前欺骗你是我们队 所以我今天 是真心诚意地来跟你道歉 同时我也想跟你说 希望我们能够尝试这种树 我是真心诚意地 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 这 这个太突然了 我还需要点时间考虑 我知道这事有点突然 但是我怕你哪一天又变惯了 突然又不理我 让我开始更快 现在想清楚一点 现在想清楚一点 总比结了婚以后更话好了 那是 我给你一点时间考虑 我们去那边走走吧 我看看 她对我还挺好 这次看许她来认真的 孔子好跟孩子们说了 凌晨倒是好说 凌晨我该怎么跟她说呀 她一定会以为我是为了钱才跟人交往 可这次我真的不是为了钱 我都不知道她有多少钱 该怎么说好吗 什么事 妈 菜糊了 糊了快关键 关键 妈 你想什么呢 菜糊了都不知道 我没想什么 我就想着家里吧 还剩多少钱啥的 妈 您不会又琢磨着想当婚托了吧 没有没有 这次真的没有 我就是想着吧 这陈妈现在还年轻 就是 人家还能看得上的时候呢 就踏踏实实地找一个 一个呢 就是找个伴儿 第二呢 也能帮衬一下 对吧 妈 您别说了 记住上次的教训 什么都别想 您就踏踏实实在家里面照顾佳佳就行了 知道了吗 行了 赶紧把锅刷了 我来做饭 我来做饭 爸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我有点睡不着 想来跟你聊聊天 是 我们父女俩也好久没聊聊了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每天就知道工作 都顾不上我了 我怎么顾不上你了 这次的广告 不是也让你参加了吗 让我参加啊 让我参加还不是跟那个林叔当手下 说真的 你也别小看这个林叔啊 他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你去学习的 我知道了 爸 我一定听你的 好好地跟林经理学习 说真的 爸也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良师义友的好朋友 跟他成为朋友 凭什么 不过 我要是没事就跟着林叔的话 他就没法再扣他向证客了 这几天 你们和陈总接下了怎么样 我约他喝过一次咖啡 资料递给他看过 他说会考虑一下 有进展 张阳你呢 我也正和他接巧 好 有进展就好了 其实 这次我们不应该派两拨人去跟他联系的 可是这个陈总实在是太难打交道了 再加上这一次的宣传投资 非常的庞大 所以一定要拿下他们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抓紧一点 听说 这个陈总下个星期 就要到国外去了 不要到时候你们两个人 没有一个人拿到合同 是 放心 没没没 她做了 她做了 她 那你到底双没双戒指啊 没有 我还没想好同意不同意呢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傻呀你 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他可是阳光酒店的老板 你要是嫁了他 那还愁什么呀 我知道 我当时吧 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个挺好的男人 我也知道他离个婚 有个女儿 可是我不知道他这么有钱呀 现在我知道了 反而不会做了 你想啊 我要是信再嫁给他 那别人怎么看 别人一定以为我是为了钱再嫁给他的呀 这关别人什么事啊 你管别人怎么想呢 别人不管 那凌书呢 这孩子可你得瞎想 他能想什么 有一个有钱的继父有什么不好啊 哎呦 那丫头倔着呢 不过我要是嫁给了邓明觉 那佳佳的病就又潮落了 我们家凌晨也能找一份好的工作 那凌书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对呀 你看看 这是一举好几得的好事 你还犹豫什么呀 再说了 回头你找个机会 让邓明觉把张阳给赶走 还能出一口恶气呢 对了 还有张阳 张阳现在是邓明觉的女婿 我又要当她的丈母娘 凌书她肯定不会同意了 同意 你怎么来了 也不敲门进来 要是我在开会的话怎么办 你放心 我已经问过秘书了 知道你没有在开会 所以才过来呢 到我什么事 我是想说 这次我们酒店的广告拍摄任务 可不可以交给向晨哥 你是来替向晨走后门的啊 不行 那要等凌书和张阳他们签订了那个合同以后再说 可以两件事情一块做啊 再说了 爸 你觉得向晨哥的广告拍得好不好 是不是特别的有现代感 特别的时尚 这小子不错 上一次的那个平面广告 设计得就非常出色 所以啊 所以我就想 这次的广告也交给向晨哥负责了 加上 何阿姨跟姑姑又是好朋友 所以 爸 你就让向晨哥负责了 爸 你就不要再想了 你就让向晨哥做嘛 好不好 我也一直很看好她的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向晨哥 让他来跟我们签合同 不不不 等等 这个事情你不能去 得要让我们酒店那人出去 我看这样子 让林书去好不好 不行 不能让林书去 为什么 爸 要不你就自己去跟他谈 我现在已经是董事长了 对吧 你这样我去 这是不是有点太 向晨哥他不一样嘛 他是自己家的人 你就去跟他谈嘛 好不好 哎呀 爸爸 你就去跟他谈嘛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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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爸 你必要为定了 那我走了啊 我走了 你 那就是说 那个姓晨的名字也不换 我我一天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一听到是我声音就晃 为什么呀 我估计跟林书有关系吗 你帮我想想 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我怎么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林书做她的 他真有主意 是吧 扶你生气 就是让那个姓晨的跟林书先谈着 等他们谈得差不多了 签合同 都明白了 等他要去签合同的时候 让他去不了 我去替他签 就这意思 看着 他最近你把林书跟紧了 行 再见